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超神解说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英雄就是新版本的 暴力的安妮的攻略跟王法 首先给大家介绍安妮的天赋跟符文方面 天赋方面的话我们是选择一个12 1080的天赋 符文方面我们红色带法窗 黄色带护甲或者带成长生命 蓝色带魔看 大金华我们选择一个法术强度 黄色的话对抗AD我们就带护甲 对抗AP的话我们就带成长生命 出装方面我们也是有新出了一件装备 非常适合我们的安妮 这个科技腰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小段的位移 并且有一个上色的魔法伤害 位移技能对安妮来讲说非常重要 所以这件装备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安妮 那前期如果续航能力比较强 咱们可以出鬼疏 中压的话可以比较好的保命 法窗棒和帽子可以考虑中后驱出 增加比较高的一个法墙 深烟权杖的话可以提供我们不错的一个魔法伤害 冰杖的话也比较适合安妮 那么具体的攻略跟玩法超神解说 也会在比赛中给大家进行更详细的介绍 现在喜欢超神解说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 并且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搜索拼音的超神 那么有最新的视频 我也会第一时间在公众号里告诉大家 好的 现在正式进入咱们安妮今天精彩的比赛画面 那么最新的版本也是改动非常的大 尤其是对法师型英雄 一般程度下都有不错的一个加强 咱们安妮的话也是有挺好的加强 尤其是W和E技能有不错的一个加强 那么安妮这个英雄可以说是非常暴力的法师型英雄 一套技能的话直接可以秒掉对方的脆皮 不论是在团战或者说对单体都能打出巨量的一个伤害 伤害非常的足 那么这把的话咱们安妮也是打一个中单 咱们兑现的是一个杰啊 兑现杰的话并不是特别的好打 看谁比较暴力吧 这边的话前期咱们打杰可以适当的用平A跟Q来消耗他的一个血量 前期在线上咱们如果有机会啊 可以尽量的去消耗敌方的血量 当咱们等级有提升 对方血量并不多的时候 咱们可以考虑用技能晕住敌方 然后配合上点狼带走敌方 有的时候距离比较远 要接闪现 安妮的话也是非常需要位移技能的 如果没有太好的机会 不要太勉强去消耗 尤其是前期小兵比较多的时候 咱们的话不要太去勉强 跟杰兑现的话 没到六级之前 基本上是比较的稳的 到了六级以后 杰的一套伤害爆发很高 咱们的爆发也很高 那就看谁更厉害了 咱们这边升到二级 二级加W技能 一级的话加Q技能 这边的话杰也是比较反 不断的用Q技能消耗我们血量 跟杰兑现的话 要注意一下他Q技能的消耗 被他打到Q技能的话 伤害还是挺高的 这边杰里咱们比较近 咱们的话上去WQ消耗一下血量 互相换一套血 咱们接一个平A打出雷霆 也是换的半斤八两 安妮他每施放完四次技能 下一次技能就会对敌方产生一次晕眩 现在的话是有一个指示器 更方便我们观察什么时候有晕眩 不过的话敌方也会看到 其次的话这个指示器相对来讲 不是特别的好 结这边换位过来很凶 咱们W一下平A一下 再一个Q有晕 再接一个平A 平A距离还是很远的 在平A消耗一下 结这个血量非常少 咱们的话可以考虑散现 这边散现WQ 这边没上到点狼 非常的可惜这一波 这波如果上到点狼的话 这结基本上就交了 这边三级的话 咱们也是再点两级的Q技能 伤害会更高 一技能的话主要是一个减伤 现在的话一技能是咱们可以减少伤害 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加强 W技能的话 它的攻击距离也变远了 现在的话 蓝量并不是特别的多 基本上只能放一个Q技能了 Q技能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当体伤害 咱们Q技能打中敌人 如果说直接把敌人杀掉的话 咱们会返还蓝量 并且的话减少冷却CD 用Q技能击杀了敌方 蓝量会立即被返还 这边咱们有多蓝戒 也是不错的 慢慢的回了一点蓝量 安尼他本身的话 腿比较短 如果说线上过了河道 没有视野的话 咱们要积极的补好视野 防止敌方打野来杠壳 确实腿比较短 尤其是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很难跑 安尼他的W技能 是一个扇形的团体攻击 安尼打团的技能还是比较多的 W跟大招 这边杰的话又是用远距离消耗我们一套 这边杰直接换越过来 咱们W平A接Q上点狼 这边在普攻他 还差一点点血 现在有晕了 但是在塔下没有闪现 差一点点血 对方弹瞑来了 咱们赶快跑 现在没有闪现 弹瞑的话 追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咱们这波挺危险的 这边只能晕一下弹瞑 这边的话弹瞑直接闪现 那我们没得救了 被带走 这把前期的话局势并不是特别的顺 后期的话还是打得很暴力的 安尼他没有什么位移技能 过了河道的话就比较的危险 比较容易被打野杠壳 这一点要注意 这边第一件装备 咱们也是选择新装备 科技腰带 名字比较长 咱们简称它为科技腰带 这件装备非常适合安尼 一些没有位移技能的英雄 其实都还比较适合这件装备 这件装备主动开启了以后 咱们会有一个小位移 并且的话有一个上色的团体伤害 CD时间不长 只有40秒 非常短的CD时间 虽然位移距离不是特别的远 但是对于没有位移的英雄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装备 尤其像安尼这种英雄 特别特别的依赖闪现 那有了这件装备的话 可以一定的弥补咱们的闪现 给大家讲一下安尼晕能的一些技巧 通常的话 咱们有大招肯定是用大招晕能 没有大招的话 咱们只能选择W或者说Q晕能 Q晕能的话 它是单体晕能 非常的稳定 不过Q过去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W的话它是顺发 并且的话是一个团体伤害 所以在判断好距离的情况下 咱们尽量去使用W技能来晕能 当然有大招的话 咱们肯定是用大招来晕能了 这边身上也是叠好晕 叠好晕的话 可以看到这截还是挺怕我们的 但是这个截已经先到六级了 咱们要稍微小心一点 截到六级的话 秒能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当然我们安尼到六级 秒能力也非常强 这边手上有捏个晕就不怕它了 安尼这个英雄的话 它这个普通攻击补兵 还是有点麻烦的 弹道比较慢 平时的话 用Q技能补兵就会方便很多了 这边咱们差一点点到六级 尽量的熬一下 可以看到这截先到六级 他也不敢对我们出手 因为我们手上有晕的 小心他消耗就可以了 截消耗起来还是比较烦的 最主要是躲截的Q技能 在线上的话 如果有机会 我们可以尽量的跟对方换血 打得过的情况下 可以跟对方换血 当对方血少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配合一套技能 秒杀敌方 尤其是有闪现的时候 对方的话血量不多 我们有闪现就非常容易秒杀敌方 这边的话 截如果说一离开线上 就要及时给队友发信号了 因为六级的截还是很危险的 现在截也是非常的强啊 因为的话水银不能再截 这个截的大招了 这边兵线比较多 这就像现在这个截比较有优势 咱们被击杀了一次 他比较有优势 不要太浪 不要太过分的跟对方换血 像这种刺客对拼的局 只要咱们先死了一次 再去打敌方的话 就比较难打了 略是会比较大 所以稍微小心一点 对方这个截消失了 赶快给队友发信号 很有可能是去下路了 这截的话 已经是在视野中看到 是去下路了 已经是拼命的给队友发信号了 安尼他游走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这边咱们晕已经叠好来下路 这两个人血量不多 看他们大到一起 分开了 那这边杀冰霜女巫 闪现一个大招 接一个W 直接带走对方冰霜女巫 咱们这队也是终于开昏了 拿了第一个人头 线上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面对 手比较长的英雄 咱们的话根本打不到他 安尼手比较短 那咱们的话 在推完兵线的话 可以考虑着上下路游走 再有大招跟散现的安尼 游走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这边有个狼buff 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拿到 前期的安尼还是非常缺狼的 没有鬼叔的安尼的话 还是很缺狼的 他的这些小技能耗狼 还是很厉害的 拿一个狼buff会好一点 好下路这边 咱们御情人可以包下这个卢西安 先叠好晕 利用E技能和W来叠好晕 这边叠好晕了 等队友一起出去 这边风女吹一下 咱们这边可以用Q技能晕 非常稳定 直接Q过去晕度 直接带走对方卢西安 咱们平时在走路的时候 可以利用E技能来进行叠晕 最好用E技能来叠晕 E技能的话他耗狼不多 W技能的话耗狼比较多 这个杰在这边 那咱们的话 也是追不到 杰的话这种移动速度比较快 追不到 晕是叠好了 平时的话如果说想打人的话 晕可以叠到三层 或者说直接叠好晕也可以 叠到四层也可以 这杰的话想月塔杀暴女杀不掉 我们这边闹过来 晕已经叠好了 像这种距离稍微比较远呢 为了比较稳定 咱们就用Q技能来晕 这种非常稳定 肯定晕住了 这W技能就没打到伤害了 比较远 这个杰的话也是挺会玩的 把咱们风女杀掉 我们还没杀到她 太灵活了 最好的话首选肯定是大招晕 其次的话距离比较近 又想晕比较多的人 可以用W 用Q晕的话是非常的稳定 最稳定的就是用Q 你无法判断W的距离就用Q来晕 不过用Q技能的话 敌方有一定的反应时间 有些敌方的话 比如说有中央或者闪现 可以走到比较远的位置 或者莫甘纳盾啊等等之类的 会反应过来 W技能就是顺发的 出装方面的话 像我们线上是打劫这种英雄 如果说你感觉压力比较大 可以先出中压 出了中压 咱们基本上不怕解了 解的话大招杀不死我们 然后打AP型英雄 感觉压力比较大 可以先出深渊 那先选择咱们这个 科技腰带也是可以的 想要续航能力比较强一点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鬼叔 鬼叔的话减CD 然后蓝量加的比较多 像鬼叔也是改成直接加蓝 以前是回蓝 法师的装备这一次的话 变动还是比较大的 价格的调整之类的 变动还是比较大的 感觉最深的一点的话 就是很多装备 以前没有减CD的功能 现在变得有减CD 所以现在把CD减满很容易 减到40%或者45% 是非常容易的 像比如说中压 深渊 以前没有减CD的话 现在都能减CD了 这个科技腰带也有减CD 减CD的装备挺多的 很容易让CD减满 这样法师的话 就变得比较灵活 可以不断的通过这个技能 来打出伤害 咱们下路这边 还是被压的比较的惨 有了这个腰带这件装备 咱们这个安妮就等于说 有了无限的小闪现 很适合这种没有位移的英雄 可以用来逃跑 用来进攻来使用 安妮他是非常依赖 闪现的一个英雄 闪现加大 非常依赖闪现 这边这个杰 不虚探 咱们暴女在旁边 不虚探 这杰就是比较讨厌 很多消耗 消耗你消耗你 把血消耗完了 开个大招瞄你 不过如果说 我们有了中亚的话 就根本不怕杰了 杰就让我们一点办法没有 中亚是非常克制这种英雄的 这边已经叠好晕 被杰消耗了一套 很烦啊 有晕技能在手的话 就不是特别怕这个杰 一些传统型的中当的话 是非常怕杰的 把这个兵清一下 用Q技能补兵的话很快 咱们这边再清一下兵 看一下下一波 这边咱们清兵啊 技能刚交 状态不是非常的好 而且身上没有晕 跟杰对拼 那只能一套技能交了 咱们的熊啊 很猛 拍的对方很多血 这边再Q一下 晕住杰 直接带走杰 然后唐朗过来了 这很危险了 被唐朗带走了 没有办法 其实这一波对拼的时候 咱们状态是非常差的 当时的话 我们伤害还是不错 也是拼掉这个杰 安尼这个熊啊 它的机制也是有所改变 就是这个熊 刚诞生下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暴怒的状态 暴怒状态的话 它的攻击速度特别的快 移动速度也很快 伤害挺高的 像咱们安尼的话 几乎是可以走一个半肉的路线 像这个腰带 加不错的一个血量 然后我们可以出中亚 然后出深渊 出殡杖 这种血量又多 然后抗性又比较足 算是一个半肉的路线 也可以走 一技能的话 可以为我们抵挡 比较多的伤害 然后这个 发窗棒跟帽子 就肯定提升伤害的 纯提升伤害的装备 你看情况出 要更暴力一点 或者说走半肉一点 都可以 咱们根据战场上的情况 进行灵活的选择 平时走路的话 咱们就可以适当地用一技能来叠这个晕了 像咱们这叠到三层也可以 或者说直接叠到四层也可以 你看情况去叠 叠到三层的话 咱们要打几架来 再交一个一技能就到四层了 那放技能就能直接晕了了 配合队友打一下这个峡谷先锋 现在版本的话 小龙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有四种属性的小龙 然后到了35分钟的话 会召唤出一条非常强的这个小龙 小龙位置召唤出一条非常强的龙 打掉的buff都不同 35分钟以后的话 这个buff最强 然后四种属性的小龙的话 每种属性不同 有回血的 然后有加伤害的 有推塔能力更强 有移动速度更快的 每种小龙的话 属性都不太同 所以现在咱们对小龙的争夺 也是更加的激烈 下一件装备咱们出中亚 出中亚的话 还是非常适合安妮的 因为安妮有的时候要贴脸杠 闪现大招贴脸杠 所以说中亚的话是一定要出的 非常好的保命装备 现在人头比还是比较平均 一个8比9的人头比 安妮的话 他无论打团或者说 打当体的话 他的伤害都比较高 控制能力很强 尤其是在团战中 怕一个大招丢下去 可能控到两三个人 那对方这把团战就没得打了 脆皮的话就直接给我们秒掉了 不过他也有很大的缺点 就是腿比较短 司法距离比较的短 非常的依赖闪现 像咱们有着这个腰带的话 也是有不错的一个位移 非常需要位移技能 这边拉下狼buff 在没有出加狼道具之前的话 这个狼量还是比较缺的 线上这边冰继续清一下 这个河道这边打了起来 咱们的话赶快叠好晕 然后过去支援一下 把这晕叠好来 过去支援 现在有散现的 看下这两个人 最好的话可以先秒这个结 好 两个人在一起 那这边直接散现 大招 带走这两个人 在一起就更好了 如果说没在一起的话 咱们尽量的目标 可以去瞄准对方的脆皮 不要把这个大招浪费到 对方的肉身上 最好可以秒对方的脆皮 好 中路这边艾克先上 我们晕又叠好了 这边过来晕这个卢香 先秒这个卢香 带走卢香 还剩一个冰女在塔下 咱们的话这边晕又叠好了 这边过来Q一下 晕住这个冰女 再配尔萨盾友 直接带走对方冰女 像这减CD也是减的很多 可以看到减CD以后 我们技能的释放 非常的快 很容易就把这个晕叠出来了 夫人方面的话 咱们蓝色 你带减CD也可以 你不带减CD也是可以的 因为的话 像比较多装备 可以帮我们减CD 咱们这边中塔推一下 杰过来 看一下就走 像打杰这种英雄的话 他没有魔法伤害 咱们的话就蓝色带一点减CD T-MOR的话直接被瞎出闪现 确实比较危险 如果这节有大招 T-MOR就死了 出中压 中压的价钱也是降低了 不过法强也降低了 如果在距离比较短的时候 咱们的腰带就可以去替代我们的闪现了 像新版本对法师的改动也是很多 比较大像什么火男啊 马扎哈蛇女啊 杰拉之类的 改动的比较大 新改版的英雄也是比较多 超生解说都会慢慢去研究 研究好了 然后做视频 告诉大家怎么玩这个新英雄 这边炮车 吃个炮车 按理清兵的话 不算特别的快 如果说法强不是特别高的话 W他清不了一波兵的 清兵的话会剩下一点点血 比较烦 这个弹蓝 弹蓝这么脆的东西 现在被我们一套就直接秒掉了 边走路就要边去叠这个晕了 这边先QW 然后大招晕住这个弹蓝 直接带走这个弹蓝 基本上一套就秒了 再打这个德马 咱们的话 这德马有点漏啊 咱们狼打空了都没秒掉它 没有出回狼的道具啊 德马也是交闪现 咱们在嘴也没有意义了 没有狼了 没有出这个回狼的道具啊 所以说蓝蓝用的很快 一下就用空了 回家这边把鞋子做出来 这包你标的好 直接秒掉这个炉箱 像咱们人头也是有点小优势 而安妮的话 他打团战可以说特别的厉害的 团战的话 如果对方站一起 咱们一个闪现大招过去 三四个人被定到 那这波团战基本上就是稳稳的赢了 打团特别厉害的 安妮这英雄 又看到这个德马 德马还是有点难杀的 这边晕住他 Q他 技能CD还是挺快的 追他 继续追 咱们又可以晕他一下 等一下Q技能可以晕他一下 大招马上好 大招晕 那这边带走这个德马 打这德马还是比较吃力的 基本上一整条狼 打到他身上都不定杀得死 如果说打团的时候 尽量咱们不要把技能浪费到 这种人身上 因为实在是比较漏 很难打 最好的话 直接闪现进去秒脆皮 咱们的话 如果有危险就可以开中亚 所以中亚的话要早点出 这边摆了很多蘑菇症 这把我们AP有点偏多 哇 这个风女的话很危险 好 松女直接把节吹开 也是没事 不太好进塔 对方也是守住者塔 我们不太好进去 喜欢超神解说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订阅关注下超神解说的视频空间 那么超神解说有发最新的视频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了 也可以关注下超神解说的微信公众号 就是拼的超神 少超四人神 拼拼写的超神 那么超神解说有发最新的视频 也会第一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里告诉大家 这边又是没有蓝了 没有这个鬼叔的支撑的话 这个蓝量实在是不太够用 只能靠平A打人了 咱们这简直就是跟队友称助攻了 暴女的话上去 咱们的话称一下助攻 这边卢香 追一下他 腿很短 移动速度不快 没有位移 蓝量的话再慢慢回复 马上的话会有一个Q技能 这边卢香血量很少 被咱们Q中就死了 哎卢哥在这等我们直接带走 这个卢香做人也是相当年轻啊 在这等我们被我们一个Q就收掉 那回家赶快做一点回廊的道具 这个像狗皮膏药一样的东西也是新出来的这个道具 不错的一个回廊 名字叫做遗失的章节 最好还是拉一下蓝buff 加点方面是主Q-W的一个加点 哎这个德马很年轻啊 德马你蓝不够来抢我们蓝buff干嘛呀 这边是追不上 不太想用闪现接大招 浪费在德马身上不太想用 遗失的章节 有没有消失的蟹纳 这个笑话好冷啊 有点冷 这边是打掉蓝buff 中路这边人很多 人越多越好 咱们队友如果集合的话 咱们可以考虑散现开大 王安妮的话就会很自然有一种想法 咱们的话就是要散现开大 感觉在没有散现的情况下 安妮就会变得比较的笨拙 很难去接近人啊 这边 下路这里看一下对方的人 找一下对方人在哪里 这边一个蚕蓝 这里一个结 这边咱们过来 距离比较近 咱们可以用腰道做一个位移 大招接w再接q 瞬间秒掉两个人 这边可以开金声 有散现的 咱们赶快散现测 安妮的话也是非常依赖这个金声的 有的时候冲进团杖里面开个金声 保命 现在伤害还是相当高的 一套技能可以轻松的秒掉脆皮 在咱们大招丢下去以后 最好的话是先丢w技能 再丢q 因为q技能它很稳定 可以打出伤害 w技能的话就要一定的距离了 所以大招wq 同时异技能也是要开起来的 异技能的话可以抵消这个伤害 可以抵挡伤害 有一定的魔法反弹 但是的话并不多 冲入这边 现在出了这个回篮的道具 咱们的篮量还是不错的 加篮的道具 清兵就很快了 就可以不断的用技能清兵 这边有个德马 咱们这里包过来 叠一下这个技能 三层 看能不能先晕这个结 结的话也是跑掉了 那杀德马 德马差一点点血 跑得很快 这个德马 也是被提摩带走 清一下兵 这结的话根本不敢过来的 现在被我们晕到的话 就直接秒掉 这边身上的晕是三层 把兵清一下 暴力插到炉香 哇 突然来这么多人 赶快撤 直接对我们开大招 这边一套技能防打一下 这个大招好像空大了呀 有点丢人 这边继续在后面输出 不要走太前面了 在后面输出 队友也是跟上去 现在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也是一波防打 对方盖伦来了 那咱们不追了 这个血量很危险 等被盖伦来个大招 就带走了 弹瀾跳过来 刚好没有跳到我们身上 好的 我们血量胜一点点 还是保住了性命 刚才也是咱们用腰带 稍微躲了一下 弹瀾没有第一时间 切到我们 这德马要追追不上我们 除非他有闪现的 没有闪现的话 是追不到的 德马也是没有位移 这一点也是 咱们晕他一下 现在身上没狼了 伤不死这个德马 咱们没狼了 艾克过来 在后面没有狼 可以蹭助攻 踩一个蘑菇 完美 这个淘宝路线完美 杰的话想切我们 直接开金身 赶快测 杰哥放我们一命吧 还差一点点血 50滴血没死 运气好 杰哥真是个好人 那咱们这边回家 把鬼叔做出来 喜欢超神解说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订阅关注下 超神解说的视频空间 还喜欢其他英雄的朋友 可以在超神解说的视频空间里 去收看 每一个英雄的攻略跟玩法 超神解说讲解 都是非常详细的 都是非常认真的讲解的 保证你看每一部视频 只要看一遍 你就可以完全了解 这个英雄的攻略跟玩法了 好 弹狼哥追得很急 咱们大招WQ 直接送你带走 有的时候 晕人的距离 稍微比较远一点 咱们再放往大招以后 稍微往前面走一两步 再放W 好 这样子就可以 很确保W的命中 盖伦 一下来就被我们带走了 又是这个提摩带走盖伦 冰女跟卢西安 我身上的话 咱们是没有晕的 咱们的话 只能打一套 没有晕 这边被冰女开大了 那这一波很危险 被秒掉了 被秒掉 对方就选择了投降 感觉杀了一个小萝莉 很过意不去 直接投降 那么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本场安妮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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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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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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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